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起读书。 喜欢的朋友点击强烈推荐一下。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如何阅读一本书。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7万字, 我会用大约17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阅读的好处和阅读的技巧。 通过这些,让你学会如何在当下的信息爆炸时代里 通过阅读获取知识,提升自我。 这本书在西方是常年销量高居不下的超级畅销书, 1940年第一个版本发行, 1972年再版了新的版本, 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版。 因为这本书里边谈的, 不光是读书的方法和技巧, 更探讨了阅读的本质意义。 这本的作者有两位, 分别是莫提默、爱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 爱德勒是出版的主要作者, 说起这个爱德勒, 在美国、学界和出版界也是个传奇人物, 早年想去当记者, 就辍学去报社打工, 后来为了提高写作水平, 去上大学夜校自学, 这时他读到了一本, 据说是改变他一生的书, 19世纪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自传。 爱德勒读到, 这个密尔居然在五岁的时候, 就读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书, 他大大吃惊, 这让他自己开始为哲学痴迷, 从此以后开始了他正式的大学求学之路。 虽然因为他不肯上体育课, 最后没有拿到学士文凭, 但最终还是留校任教了。 他写过第一版如何阅读一本书, 担任了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而闻名于世。 另一位作者查尔斯·范多伦是爱德勒的弟子。 范多伦自己也是个人物, 他出身书香门第, 父亲马克是有名的文学教授, 他本人也从小就博学多才, 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一档风行美国的电视艺制节目, 连续拿了14周冠军, 但其实这里边有猫腻, 原来主办方向炒红这档节目, 事先偷偷给他透了题, 把他捧成一位知识英雄。 范多伦后来自己揭露了真相, 他也被大学开除了, 然后就跟着他的老师爱德勒工作, 现在我们读到的如何阅读一本书, 就是他在爱德勒原著基础上大幅修订过的版本。 所以,你看这本书, 原版问世已经70多年了, 修订版也有40多年了, 为什么一直热销经久不衰呢? 就是因为这本书的价值, 这是一本教你怎么读书的实用工具书。 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读书, 那么这本书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如果你本来就喜欢读书, 那么这本书会帮助你对阅读产生更深的领悟。 这本书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 阅读的好处和阅读的技巧。 第一部分, 先说好处吧。 作者给我们出了一个很俗套, 但是很有趣的测试, 如果你即将要去一个无人荒岛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就像鲁宾孙漂流记里的鲁宾孙那样, 岛上可没有电视, 没有收音机, 更没有电脑和WiFi, 除了生活用品, 你只可以随身携带十本书, 你会带哪些书呢? 很显然,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了, 它其实是让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需要读书, 为什么即便到了荒岛那么严酷的环境下, 仍然需要读书? 作者的回答是, 人的心智, 或者说思考能力, 和肌肉一样, 如果不经常运用就会萎缩, 而读书, 正是防止心智萎缩, 延缓心智衰老的最有效手段。 我们的头脑和身体, 其实不是同步发展的, 一般来说人在三十岁左右, 身体状况会达到巅峰, 之后就是在走下坡路了。 但是头脑不一样啊, 头脑是可以无限发展的。 而反过来说, 如果人不对自己的心智勤家锻炼, 这个影响甚至是致命的, 为什么很多工作狂, 在退休不久后, 生命也随之终结了。 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动力, 一直推动他们的心智运转, 而一旦退休, 这个外界的力量没了以后, 自己如果不有意识地保持心智的运动, 那么死亡也很快就会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 用阅读来让我们的心智, 或者说思考能力, 一直保持运动, 这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事, 所以你说阅读重要不重要呢? 第二部分, 说清楚了阅读的好处,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阅读的技巧。 随着教育的普及, 媒体和网络的发达, 阅读这件事在今天跟作者写这本书的时代, 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但有些内在的东西, 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今天的信息爆炸时代, 到处提倡速读, 但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准则, 读不同的书, 速读是不同的, 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阅读。 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在三百多年前就说过, 读得太快或太慢, 都一无所获。 那么什么书应该快读, 什么书应该慢慢, 仔细地读呢? 作者认为, 书或者说阅读品, 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读得懂的东西, 另一种是必须要读的东西。 读得懂的东西, 就是报纸、杂志等一些我们一下子就能消化的, 属于资讯, 却不能够增加我们的理解力, 如果你够敏感的话呢, 就会发现读多了这样的东西, 并没什么营养。 第二种, 必须读的东西, 就是指一个人要试着去读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东西, 也就是略高于他的读物。 作者所谓如何阅读一本书, 主要指的就是第二种书, 在本书看来, 一个好的读者应该更多地去读那些锻炼他的心智的书。 读者是否合格, 首先必须主动, 主动的读者会从阅读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一个主动的读者, 打开一本书之前, 必须牢记这四个问题。 第一, 第一, 整体来说, 这本书到底在谈些什么? 第二, 书中的细节, 作者是怎么谈的? 第三, 这本书说的有道理吗? 是全部的都有道理, 还是部分有道理? 第四, 这本书跟你自己有什么关系? 跟这四个问题相对应的, 是阅读的不同层次, 每个层次也都各有相应的技巧。 这四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 基础阅读, 简式阅读, 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 第一个层次, 所谓基础阅读, 也就是初级阅读, 只要不是文盲, 能看懂字面意思, 就可以完成, 这个不用多说。 第二个层次, 简式阅读, 简单来说或就是阅读理, 读理解, 快速浏览。 它也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学会有系统的掠读, 具体的建议顺序是, 先看书名、 序言和副标题, 接着研究目录和索引, 然后看看作者简介, 再翻开看一下和书名主题相关的篇章, 开始读。 这个技巧的难点是, 需要你有背景知识, 不过你书读得越多, 就越容易。 第二阶段, 叫做快速通读。 就是说, 一本书不管你能不能看懂, 都从头到尾翻一遍。 用这个方法读完一本书之后, 无论你用了多短的时间, 你都能够对这本书的类别、 题材、 内容,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第三个层次, 是比较复杂, 也是最系统化的层次, 叫做分析阅读, 作者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 分析阅读,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了解范围, 这本书在谈什么? 你需要确定主题和书的分类, 比如是文学还是历史或者经济学。 然后要用一小段内容叙述整本书的内容, 把重点的章节列出来, 找出作者要在书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 这个阶段也不复杂, 你只需要做到一点, 不要拿起一本书就闷头读, 先搞清楚这本书的结构再下手。 第二阶段, 是理解内容, 这本书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 你需要找出书里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需要在那些你认为重要的句子下画出标记, 从这些画里找出作者的中心思想, 用作笔记的方式重新搭建书里的前因后果, 有时候, 画一张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看着这张你自己画的笔记图, 你可以在脑子里迅速过一遍全书的论述是怎样展开的。 第三阶段, 是评价, 这本书写得怎么样? 看任何书, 都一定要有评论, 要有自己的态度。 当你完成了对一本书的评价, 才算真正完成了对这本书的阅读。 最有学习能力的读者, 也就是最能批评的读者。 但是记住, 不要在读完之前就随便下结论, 如果读完以后你不能同意作者的看法, 你要学会总结原因, 如果你还是没有理解作者的看法, 也列举下你的原因。 阅读的第四层次, 也就是最高层次, 叫做主题阅读, 简单来说, 就是按图所记。 照着你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找书去读。 这个层次的阅读需要更强的主动性, 还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判断力。 主题阅读, 不是说你读完了一本书接着读第二本, 而是说你带着你想解决的问题, 去读不同的书里的不同的章节。 主题阅读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 而是为了解决实用性的问题而看书。 说完了抽象的方法, 我借着书中的论述, 说两个实际操作的例子。 通常摆在书店里比较显眼位置的书, 大概有两类, 故事书和历史书。 这是我们大部分读者在业余时间最喜欢的阅读门类。 对于故事书, 作者建议, 最好是快读, 并且全心全意地投入。 理想地说, 一个故事应该一口气读完, 但是对于忙碌的人来说,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状态, 最接近的方法就是把阅读一个好故事的时间, 压缩到合理的长度, 否则你就会翻了后面忘记了前面, 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阅读小说来说, 你要学会运用想象力, 抛开社会现实, 努力让小说的角色进入你的内心, 想象你就是那个主人公, 试着活在这个故事的世界里, 而不是活在现实世界里。 所以对于故事来说, 最好的阅读方法, 就是进入它, 并且, 不要随便就评价它。 以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剧主《战争与和平》举例子, 这本书真是黄黄剧主, 绝对大不投, 里面一大堆人物让人眼花缭乱, 很多读者开始阅读这本书没几页就会放弃, 不说别的, 光是那些又长又难记的俄国人名字, 听起来就让人头大, 他们很快就会放弃这本书,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搞清楚小说里的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种情况, 也适用于很多大不投小说。 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解决。 想想这样一个生活场景, 一个人搬到一座陌生的城市, 或者来到一个陌生的社区生活, 开始新的工作和新的人际交往, 有一天, 他受到邀请参加社区里的宴会。 在这样的场景中, 他肯定不能一下子就融入, 朋友也不会一下子就找到。 那些长得都差不多的同事啊, 同学啊, 客人啊, 开始的时候都是面目模糊。 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记住一个宴会中所有人的姓名, 更别提对号入座了。 但是, 我们会记得一个在宴会上跟我们聊天聊了一个小时的那个男人的脸, 或者我们约好下次要再见面的一个女人的名字, 那么在小说阅读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需要希望自己记住每一个名字, 许多人物不过是背景, 衬托出主角的行动而已。 无论如何, 当我们读完《战争与和平》, 或者任何大不头的小说, 我们就会知道谁是最重要的人物, 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也许托尔斯泰的作品你很久之前读过, 但是只要别人一说起主人公皮埃尔、 纳塔莎, 关于小说的记忆就立刻回到你的脑子里了。 还有一种主要的图书阅读, 是历史类的书。 历史吗? 就是从古到今的故事。 其实我们感兴趣的是现在和未来, 而有一部分的未来是由现在决定的。 所以说, 我们读历史书, 是为了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的事情的可能的发展方向。 读历史书有两个要点。 第一, 对你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时间段, 尽可能阅读一种以上的历史书。 第二, 阅读历史时, 不只要关心在过去某个时间, 地点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要读懂在任何时空之中, 尤其是现在, 人们为什么会那么行动的原因。 尽管历史很接近小说, 而不是科学读物, 但是你应该像阅读说明书一样地去读它。 在阅读时, 我们需要第一个关心的问题应该是, 每一个历史书都有一个特殊的, 有限定范围的主题。 比如说, 一本讲美国内战的书, 它可能会把十九世纪世界史的大的背景知识都忽略不提。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历史书读好, 我们就要弄清楚, 这本书到底在谈什么? 第二个问题, 历史书说一个故事的时候, 方法有很多种, 我们一定要明白方法是什么, 究竟是把整本书按照时间点来划分, 还是按照其他的逻辑来划分? 是不是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谈论一个时间段内的经济、文化和宗教呢? 那么其中哪一个章节最重要呢?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 就能从故事章节的分配中, 找到这本书里作者最重视的也是整本书的核心。 最后呢, 让我们来简单谈谈阅读的最高层次, 主题阅读, 也就是按照一个主题同时阅读两三本书。 问题是, 同一个主题是什么意思? 比如, 美国小说, 飘河俄国小说, 《战争与和平》, 其实都是关于伟大的战争的小说, 但两者的相似点也就这么多。 再比如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帕尔玛修道院》, 跟战争与和平一样, 也是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 但是这两本书都不是谈论这场战争本身, 在这两个故事中, 战争只是提供了环境和背景, 故事的主题是人类的生存困境问题, 战争只是作者吸引读者的噱头。 那么, 如果我们的阅读主题是研究战争, 那就用不着来读这些小说了。 主题阅读的精华, 大概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准备期, 你需要设计一份和你的主题相关的书单, 可以参考图书馆目录, 书后的参考书目索引, 以及网络百度的相关搜索词条, 然后, 快速浏览这个书单上所有的书, 确定哪些和你的主题相关。 第二个阶段是主题阅读本身, 你要做到五个步骤, 一浏览筛选出的书, 找出最相关的章节。 二, 根据主题来制定一套关键词的词汇, 三, 要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你自己的观点, 并列出你想知道的问题。 四, 区分主要和次要的问题, 把针对各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都整列出来, 分别陈列在每个问题下面。 五, 分写这些问题, 把你自己的问题和答案按顺序排列, 一次来凸显你的主题。 说了这么多, 你想必已经很焦虑, 世界上书那么多, 即使抛开了资讯和娱乐类的书, 剩下的经典也成千上万, 我该怎么办? 不要焦虑, 书籍也是有金字塔尖的。 真正的好书其实并不多, 作者给出的好书的定义, 是可以和你的心智一起成长的书。 你最开始阅读它的时候, 它的层次就远远超过你, 现在你重读时候, 它还是超越你的, 将来你再读, 会继续超越你。 这样的书很少, 不会多于一百本。 对于这样的好书, 我们只需要反反复复地阅读。 还有一点可以安慰你, 人类除了心智不同, 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 比如品味的不同。 同一件事对这个人的意义, 可能就大过对另外一个人。 比如, 你对牛顿可能就从来没有对莎士比亚的那种感觉, 这或许是因为, 数学和物理, 从来就不是你的菜。 而如果你喜欢数学, 比如像达尔文那样, 那么对你来说, 最伟大的作者就是牛顿, 而不是莎士比亚。 请千万记住, 如果你的阅读目的, 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那么你就不能摸到什么书都读, 要知道读了一本烂书, 是很让人沮丧和倒胃口的。 作者还说, 读一本好书一定会给你巨大的回报。 这种回报有两种, 第一, 当你成功地阅读了一本很难读懂的好书之后, 你的阅读技巧一定有涨进。 第二, 从长期来说, 一本好书能够教会你了解自己, 以及了解这个世界。 你不仅更加有知识, 也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 以上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 探讨的阅读之道, 它告诉我们阅读的好处和阅读的技巧。 阅读, 是防止心智萎缩, 延缓心智衰老的最有效手段。 而阅读的方法, 一个总的原则是, 我们应该尽量去读那些略高于我们的读物, 而判断标准就是这本书谈了什么, 细节怎么样, 是否有道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四点。 这是在翻开一本书的时候, 应该着重注意的。 而相对应的, 阅读由低到高, 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 基础阅读, 简式阅读, 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 各有不同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当你能够掌握对不同的书的不同阅读方法, 你就会收获读书带给你的巨大回报。 这本畅销70多年的阅读宝典, 我就给你说到这, 希望它能带给你对于阅读的新启发。